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应当走了 还有人肯听 我们做出榜样 还有人能看得懂 我们要多带几个人去吧 多帮助几个人去吧 所以选择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间 是这样决定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只有这一桩丝 除这一桩丝之外 这世出世界没我们的事 你的心不就清净了吗 心清净 身清净 你就得自在快乐 你就长生欢喜心 那佛菩萨长生欢喜心 我们也有啊 没有佛菩萨那么圆满 至少我们的欢喜心 是不会间断的 天天都在向上提升 这就是一般人讲的进步 每一天 智慧增长 烦恼减轻 功夫 等于我们讲这个 用功上轨道了 决定有这个现象 如果不是这样的现象 你就要反省 你学佛有了偏差 有了错误 不是在理论上发生偏差呢 那一定就是在行持上产生错误 如果没有错误啊 你的效果决定像经上所讲的一模一样 所以经不但是指导我们修行 也是检验我们修行的成果 我们修行的成果跟经上讲的不一样 问题就来了 那么这是 生欢喜心呢 这一句我们不能够束缚 要效法阿弥陀佛 效法阿弥陀佛的存心 阿弥陀佛的宏念 阿弥陀佛的行持 以阿弥陀佛作为我们自己修学最好的榜样 这个意义很深 如果我们还有私心 对这个人好 对那个人不好 喜欢帮助这个人 喜欢张爱那个人 这就错了 这个心不是佛心 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不是菩萨行为 这个心形 魔鬼的心形 完全凭着自己的感情 完全没有智慧 那怎么行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 对事 对无 会不会有这个念头 产生 肯定会 那怎么办 自己立刻觉悟 这是无师接来的生死烦恼 又在起现形了 又在作祟了 那怎么办 金钟发门的办法非常好 或者一句阿弥陀佛 把这个念头打掉 不要再去想 转念头 把这个悟念 转成阿弥陀佛 然后你晓得 念佛 念的是什么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这一句阿弥陀佛 包括阿弥陀佛的心 阿弥陀佛的愿 阿弥陀佛的行识 包括全部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是一篇文章 阿弥陀佛是个题目 念这个题目 不懂它 你对这含义 那有什么用处 那白念 念这句佛号 时时刻刻提醒 佛在这个经里面教我们什么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得要奉行 不能违背 这个佛号念的才有用处 昨天晚上 我听 敬贵拉法斯 讲经 他这一次讲的是 大霍顶首 论言经 当然 霸天的时间 没办法讲完 他是这句 经中 重要的几个段落 来讲 我听说 他前天 讲大师之 五三元通章 昨天晚上 介绍 论言神咒 论言经里面 世尊赞叹神咒 功德 神离 不可思议 这话是真的 一点都不加了 佛说的 哪里会是加的呢 佛用这种神咒 抗拒 所有的 邪门外道 真正是 消灾 免难 那么你去念 这个神咒 看看你的灾 能不能消掉 难 能不能免掉 我肯定跟你说 不灵 你免不掉 什么原因呢 你不会念 会念的有效 不会念的没有效 怎么叫不会念呢 一面念咒 是一面大妄想 把你的功德 统统破坏掉 就没效了 同学们最近呢 你们看过 辽凡思讯 你看看 云谷禅思 对原了凡 这个开导的 里头有一段 讲化福 因为他叫他念这个准提咒 准提咒不差 叫他念准提咒 怎么个念法呢 跟道教化福一样 真诚信 你看化福 那个福一笔点下去 一道福化完成 化福的人 一个念头都没有 一念不生 这个福就灵 如果他化这个福 当中打一个妄想 这福就不灵了 念咒跟化福 同样道理 为什么我说 那一言神咒难念呢 太长了 四百多句 两千多字 这个咒念下来之后 一个妄想都没有 真功夫 当然可以抗拒一切 妖魔怪道 那是一点不假 里头有架杂 一个妄念 全功尽弃 这不灵 所以古德常讲 念经不如念周 经太长 念经不达妄想 难哪 古人笔记里头 记载着有一段 齐吉光 明朝时候的大将 齐吉光 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一生受持精干精 精干精念得很熟 有一天晚上 他做了个梦 梦到他的属下 是一个小兵 死了 求他超度 他问他怎么度 这个超度法 求他念经干精 回向给他 他打印了 第二天呢 他去起来 确确实实 就这个烧香 礼服 给他念这个 金刚经 回向 念到一半的时候 他的 侍从的人员呢 端了一杯茶 茶汤 来给他 他看到之后 没有说话 他还是继续念 他的金 手摇一摇 退下 他念那金 金念完之后 给他回向 当天晚上啊 又做了个梦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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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来 跟他说 他说这个 元帅 他称之元帅 他说 我非常感谢你 我只得到半部 金刚经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你当中 加了一个不用 所以这个金没有效果 他并没有 不用没有念出来 只是示意 那个念金 已经夹杂 不用两个字 所以第二天 重新再念 你就晓得 难啊 金刚经 五千字 越是长得金 就越难受 持 这个故事 绝对不是造谣神事 我们要相信 一架杂 就没效 所以古人讲 念金不如念咒 念咒不如念佛 阿弥陀佛四个字 四个字里头 不夹杂妄念 容易做到 所以这个佛号 念得怎么叫 灵呢 不夹杂妄念就灵了 夹杂妄念就不灵了 古德说得好啊 心口念弥陀 心散乱 寒破喉咙也往然 一天念十万声佛号 念二十万声佛号 里面夹杂着妄想 分别执着 通通不灵 所以 慈云灌顶法师 才传授十念法 十念法师 时间短 绝不夹杂妄想 他用这个做早晚后 灵 他有感应 一口气 叫一念 这一口气 不论你念多少声 不管 念这个四个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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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一口气 叫一念 念十口气 十口气里头 绝不夹杂着妄念 那你这个功课呢 就做得如法 早晨一次 晚上一次 我到新加坡来 传授给大家的 十念法 是十句 比他那个更容易 我不是一口气 我是十句 阿弥陀佛 十句 阿弥陀佛 借着念 里头不夹杂 一和往念 十句 阿弥陀佛 只要一分钟 这一分钟 就产生效果 为什么呢 大师至菩萨 原通章里面讲的 都是六根 净念相及 这个标准 你做到了 虽然时间不长 只有一分钟 但是你做到了 一天做九次 我教你这个做法 九次 怎么个定法呢 早晨起来一次 晚上睡觉之前一次 得两次 得早晚库 三餐吃饭的时候 三次 吃饭之前 我们不要念 供养咒 因为供养咒 实在讲 也是心不专一 不灵 还是念佛好 或者 十句阿弥陀佛 不夹杂一念 以这个 供养龙天 善神供养一切众生 就可以了 真诚心来供养 念佛供养 三餐饭前 就三次了 再就是你工作 你上班 工作之前 你坐下来 念 念尸圣 工作完了 都是下班之前 念尸圣 上午上班下班 下午上班下班 四次 加上三餐 七次 加上早晚九次 九次不能少啊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最低九次 你照我这个方法做 坐上三个月 坐上半年 决定有效果 人人做得到啊 我这个方法传出去之后 有不少人做 有人写信给我 有人打电话给我 确实有效 这不懂这个道理怎么行呢 念佛的总纲领 总原则 总目标 就是弥陶经上讲的 夜心不乱 心不颠倒 真正能够保持住 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 工作里面保持 印筹里头都能够保持 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这就叫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的人 往生就自在了 他想什么时候走 就什么时候走啊 一丝毫挂爱 都没有了 那由此可知 我们念佛人 我们向哪一个方向 哪一个目标 去精进 你自然就明白了 自然就懂得了 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怎么会不生欢喜心 所以他才立佛供佛 表示报恩的意思 前面经文里面讲的 智信信要 相信 真心相信 要是爱好 欢喜这个方法 欢喜这个方法 流露出自己 习求如来 国地上无量智慧 无量的能 无量的佛报 这个心自自然然流露出来 为什么说呢 介入阿弥陀佛 我将来做佛 要跟阿弥陀佛一样 跟阿弥陀佛一样 实在讲 并不难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跟阿弥陀佛一样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一定要很清楚的记住 阿弥陀佛的大心 大悦 大行 大智 大力 大慈 大悲 为什么上面加一个大 大就是对于一切众生 没有任何条件 附带条件就不大了 我喜欢这个人我帮助他 不喜欢就不帮助 不大了 大是五条件 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 这是大 亲近的 亲近 你决定没有染污 什么叫染污呢 这个人对我好 我欢喜 那个人对我不好 我讨厌 就染污了 你的心 被七情五欲 污染 这个七情是 息怒哀乐 哀无欲 真心 不受污染 忘心就接受污染 换一句话说 我们还是用忘心 没有用真心 真心是亲信 真心是平等 真心是菩提心 忘心不是菩提心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努力去练功 练着什么 用真心 不要用忘心 为什么 无量寿经 这个后面 三倍往生 都是讲到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我们一向专念 可以做到 一向专念 念到的时候 里面不夹杂一个妄念 这个跟阿弥陀佛感应到交 能做到 发菩提心有没有 如果没有发菩提心 但有一向专念 那大概就跟奇迹光 那个小兵讲的 大帅给我念的金刚经 我只得到一半 还有一半功德没有 一定要发菩提心 一定要发菩提心 你要问什么叫菩提心 给你最简单的讲法 平等性 对待业切众生 都平等 不过 不过 这个 作品 这要功夫 一般人做不到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要求神进土 我们要做佛 要做菩萨 你要做佛做菩萨 那就是决定是平等心对待一切人生 如果是不凭对心对待众生 你就不能做菩萨 你就不能往生进土了 难是很难 但是实在说 菩萨做不到 世间的难事 古德讲得好 登天难 这是我们做不到的 求人难 人家未必答应你 这个一平等心 亲近心对待人 这是求自己 不是求别人 这个事情不是登天的 不是求人 换一句话说 只要你啃 你都做得到 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在什么地方 看到任何人 亲切 欢喜 礼尽 部分贵 部分贵 部分贫富 用亲近平等心 就在这个地方练 一切实 一切处 顺经 逆经 善言 物语 都是我们学习 锻炼的 场所 你不在这上锻炼 怎么行 关起门来修亲近心 是假的 一定要面对这个顺利的经约 在这个里面才知道 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平等 对待每一个人 是不是一样的亲切 一样的爱护 看到一切众生需要帮助的 我们是不是毫无 条件的 立刻就伸出援手 功夫在这里练了 那么现在 当别人来要求我们帮助的时候 不同其他的场合 其他场合好像没什么大问题 那我们的考虑是 他有没有骗我 看到我这个人好 好人 好欺负 世俗啊 世俗人常讲嘛 好人 常常被人欺 容易上当 容易被欺骗 还是要看自己功夫 这一条难 往年我在台北 办这个大传佛修讲座的时候 到安老法司 事先要聊这一招 给我看 有一个信徒 跟老法司多年了 老法司在家的弟子 他们开了个公司 请老法司当董事长 那目的呢 是要老法司拿钱 老法司董事长一当 当然 那钱就给他了 以后老法司知道了 他们是骗他 上当 也不说了 既然上了当 还有什么话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 道安法司 不贪财 好名 人家给他什么荣誉 他很高兴 他就吃了这亏 人家知道 什么好的头衔都给他 他这个钱就拿出来了 我去看他了 看他了一天 他这个皈依的徒弟 刚刚从他房门走出 我在外面遇到他 进去之后 我看到老后商 老后商就给我说 刚才有个人 到我这儿来了 你有没有看到他 我说看到他 我也认识他 他说 他今天又来骗我 我说你怎么样 有没有给他 我给他了 知道来骗他 还是给他 还是给他 要不及 那个骗他的人不知道 以为老后商又上一次当 老后商心里清清楚楚 明白白 你要我还是给你 我们看到老后商这是真正的德行啊 并没有揭穿他了 并没有揭穿他了 并没有责备他了 希望你回头神案了 这是教育 教育的目标 是希望把我人改变成好人 把不善的人改变成善人 这个是教育的成功 绝对不是 他说我人做了不好事 教训那些人赶出去 以后不再往来了 那你的教育彻底失败 我们没有看到 释迦摩尼佛把哪个学生开除掉了 没这个事情 释迦摩尼佛对学生最严厉的处分 这是最严厉的处分 没有把它开除掉 总是希望他回头 希望他觉悟 这个是教育 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学习 以后我们在经典都多了 我们也了解一个事实 那就是经典这种 一再讲的英国通三世 别人来欺骗我们 把我们的钱骗去了 把我们的房子骗去了 财务骗去了 要不要放在心上 不要 如果没有佛护萨这样的度量 没有关系 要知道这是债 欠的债 那个人骗我 他欠我的债 来生要还我 我一点怨恨都没有 欢欢喜喜 来生他欢欢喜喜还我 我这一生要有怨恨心 对他来生他还是要还我 还得不痛快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有的时候你赚钱赚得很辛苦 那是什么呢 你没有欢喜不失 所以你在这回报的时候 就来得很难 来得很辛苦 所以不失要欢欢喜喜 别人来骗我们 也欢欢喜喜让他骗 来生他欢欢喜喜奉还 奉还当然还要加上利息 有什么不好好事情吧 所以你真的了解四世真相 人真是一生都生在欢喜当中 那又不快乐的 什么样事情都快乐的 别人欺负我 侮辱我 打我 骂我 我也欢喜 小业障 这绝对不是阿Q精神 那是一般人呢 真的不了解佛法 不了解三世因果 这个决定不是软弱 决定不是无能 为什么呢 你烦恼天天轻 智慧天天涨 你能够帮助社会广大 苦难群众 你哪里是无能 哪里是懦弱 我们观察一个人 观察一桩丝 不可以用片面来涵盖全体 那你往往也看错了 面面都看到 才晓得这是涵阳公身 这是真正的明了四世真相 所以他能做得到 我们做不到 不了解四世真相 没有这么深的涵阳 这就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要努力的 要学习的 佛法从初学这一天开始 也直到成佛 这一条路到底有多长 到底需要多少时间 每个人不一样 这个里头说 从自己本身讲 每个人的善跟福德不一样 从机遇上来说 每个人的英年不相同 有人快速 有人缓慢 缓慢的那是无量节 快速的时候很容易成就 那你遇到尽头方面 你相信阿弥陀佛 那你走捷径 最快速的这条道路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当身圆满成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大圆满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可以得到 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 佛吉之之 阿弥陀佛 你看看这些人 这个 前面一句节目 心中怨言 没说出来 心里面在想 我们将来做佛 跟阿弥陀佛一样 心里在想 没说话 释迦牟尼佛知道了 这种什么呢 心灵感应 受到心灵感应 佛有 菩萨有 西方极乐世界说法 我们刚才讲了 你看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 我们想想这个方法 还要三年 三千六百个小时讲完 我们现在这个讲法 那不晓得要讲多少年 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菩萨们跟阿弥陀佛见面 阿弥陀佛跟大家讲 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 像我们现在学的这个经典 要多少时间 讲完了 给祝福说 一场呢 他怎么讲呢 不要说话了 西方极乐世界人 还说话 那这个地方 为什么了不起 我们可以不必去 不用说话的 彼此交谈呢 全是心灵感应 心心相应 佛心里面的大方广佛华严经 就像那个印章一样 盖你心上一盖 你全都得到 没有先后啊 确实是这样 口干什么的呢 口唱歌的 赞福的 唱赞福记 赞福的 用它来做种种供养的 不是来谈话 彼此交谈 用不着言语 用不着口 讲经说法 也用不着口 心心相应 所以 众生 面头才一动 佛华知道 佛华很清楚 那我们为什么不清楚 我们这个六根 有了障碍 所以不清楚 而听不清楚 也看不清楚 绝对不是说 见性有障碍 文性有障碍 六根的根性 没有障碍 那是真的 而是工具 根 有了障碍 工具障碍 就好像我们这个电器一样 这个电风扇转得慢了 慢是 它有障碍 绝对不是那个电 电没有障碍 两个电风扇 一个转得快 一个转得慢 那是电器的问题 不是电流的问题 所以六根根性 没有障碍 六根 有障碍 不灵啊 收不到外面的资讯 释迦牟尼佛 六根根 六根完全没有障碍 众生心里面 极其微细的波动 它都清清楚楚接受到 所以诸位要晓得 我们起心动念 佛菩萨通通都接受到了 佛菩萨起心动念 我们不知道 千万不要以为 哎呀 这个 我起心动念 别人不知道 别人起心动念 我也不知道 那大概佛菩萨 也不知道 我们起心动念 那你就全都错了 因为别人给我差不多 那个根都差不多都坏了 你看看 佛在经常介绍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 前面 愿文里头都讲过 西方世界 所有往生到那边的人 天眼动视 天耳彻天 踏心便知 静虚空变化界 所有众生 我们一切的活动 他都看见 我们极其微细的音声 他都听到 我们极其心动念 他没有不知道的 瞒人容易 瞒鬼神就不容易 我们中国人常讲 巨头三尺 有神明 蒙蔽神明就不容易了 怎么能蒙蔽佛菩萨 佛菩萨好啊 佛菩萨告诉我们 他那样圆满的能力 不是他有 不是他专有 他说 所有业切众生 各个都有 包括我们在内 我们有他同样的 智慧 神通 道理 现在有没有射掉了 没有 佛说我们没有射掉 为什么我们的能力 不起作用呢 佛说了 但以妄想分别执着 而不能正正 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说出来了 那么换句话说 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我们的能力就恢复了 恢复就叫做臣服 为什么不肯放下呢 大家不妨视着看 放下一分 你就聪明一分 你就聪明一分 放下两分 你就聪明两分 你不肯放下 那你就糊涂过一辈子 佛教我们放下 放下妄想 放下分别 放下执着 这个要紧呢 明文立扬 那是附带的 这个东西 它有用处 可以用它来 帮助一些苦难众生 我们要善于运用 但是绝不可以贪桌 贪桌 我们就错了 我们的亲近心就失掉 我们又糊涂了 又迷惑了 所以 释出世间一切法 可以用它 不能占有它 不能控制它 凡夫最大的 毛病 占有 控制 放下占有 放下控制 你就得自在 虽然我不敢说得大自在 你就相当自在 你跟一般人决定不相同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能看出 你的形象不一样 为什么呢 你欢喜 你快乐 你自在 能看得出来 你们有忧虑 你们有烦恼 你们有牵挂 你除世代人家无态度 自然跟人家不一样 充满了智慧 充满了真诚 真诚恳切心 待人家无 那怎么会一样呢 到这个时候 到这个时候 你的灵性慢慢会偷出来 这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感应 所以就佛基之之 这是感应 这是感应的 佛当时告诉大众 告诉弟兄 是王子等 后当作福 这就等于受祭 这些王子 他们将来都会成佛 这一句的受祭 给诸位说 也是给我们普遍大众都受祭 我们将来每一个大众 厚当作福 这个话是佛说的 不是我说的 不是在此地说的 此地是专对这个 二世王子 这个五百人家 佛在花言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本来成佛 大经上常说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既有佛性 皆当作福 所以佛眼睛 看一切众生 是平等的 他从什么地方 看出平等 就从这个地方 每一个众生 不管你现在是 做善做悟 你在六道里 就怎么轮回 你来生 上天堂也好 度地狱也好 最后你都要成佛 只是成佛 又早晚而已 决定做佛 所以佛华里面讲的是 真平等 佛对于一切众生的 恭敬 跟对祝福 五二无比 佛对于一切众生的 供养 也跟对祝福如来 五二无比 那么今天 我们要问 世界上苦难的人很多 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佛菩萨 为什么不来供养 佛经上讲这些话 有没有矛盾 佛菩萨是真的 平等供养 问题在哪里呢 一切众生 有没有福报享受 供养你 还要有福享受 没福享受 不行啊 我这次在香港 讲经 有个同修告诉我 他说在这个 好像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那个时候 斗争呢 非常严重 这个家里头用的仆人 斗争呢 他的雇主 雇主当然都是大富人家 那么他把这个老板清算斗争了 把他的财务通通夺取了 这一下的时候看到这个财主 家里有很多高利生 这一下平常他们吃不到的 这一下好了 通通拿到 煮一大锅 家里人都在吃 好像第二天就死了 没有福报吧 把那些高利生一餐吃掉 是不是死路一条 所以 佛菩萨度众生的 非常慈悲 看你福报有多大 你没有福报这个时候 多受一点苦难 消你的业 先消你的业障啊 然后慢慢再帮助你啊 业障没有消除 想帮助你啊 不但帮不了 增加你的业障 罪业 为什么呢 你会傍佛傍伐伐伸 那罪上加罪 他就在旁边看着 等待机遇 这个是慈悲到了极处啊 无事不照顾啊 无事不帮助啊 我们懂得 真诚恭敬 无论在什么地方 遭受什么样的苦难 决定得佛菩萨的帮助 所以要明理 要有信心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后